你对天才少年的定义是什么呢? 如果有人告诉你,17岁200你能跑些20秒,你会相信吗? 在美国有这么一位天才少年名叫奈顿,在17岁的时候,就可以轻松打开20秒大关了。 不过今天小编想跟大家分享另一位亚洲的天才少年,虽然在实力上跟奈顿有一定的差距, 但是对于亚洲,对于黄主人来说,他的实力完全配得上天才少年斯格斯, 他就是来自泰国的16岁少年布森,而本赛系跑道上的经验表现,也让世界的目光,更多的关注在他的身上。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2库萨诺纪念赛男子200米决赛,16岁的天才少年,再次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。 以20秒19的成绩,大幅度领先第二名夺冠。 接下来我们停止解说,一起回到比赛现场,探索一下这位天才少年的经验表现。 所以,我们会这样的中心去看了些何有点赛事啊, 这次是我们在日本遇见了最后的重来的节目。 因为在我们会有阻挙。 我们已经在一起,我们应当局的荤莲。 我们看到了最后的决定的荤莲。 现在我们在中国的活力。 我们看电话是最后的决定。 在中国的国际。 我们席时看电话是看电话的。 我们感覺到这里的日子。 我们有在中国的荤莲。 如果我们有一个人的感觉 就有一个人的感觉